他说每个月要一千亿美金 是不是啊 还有那个 我觉得奥巴马 他只是在 因为布什政府太烂了 他才会接班 要不然的话 绝对不可能的 我感觉共和党比奥巴马 政府好多了 然后呢 我反对美国在经济上打压 我们国家 我们政府 但是呢 如果在民主 人权方面 还有我们的言论自由 新闻媒体自由 这一方面的话 如果打压中国 我是非常赞成的 因为我们上一个网 看一些外国新闻 总是要翻钱过去 这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 好的 谢谢浙江的张先生 谢谢您的意见 稍后再请 王教授以兵的回应 河北的张先生是下一位 河北的张先生您好 请讲 我认为 美国和中国 都有自己的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是什么 要搞清 这是这一点 另外呢 中国有些问题 美国批评并不错 当然有的问题 可能立场理解不同 不要用说什么 以美国 以中国为是 其实有些 所谓民主主义者 他们就是 只允许自己批评自己 不允许别人批评自己 这是对中国 是危害性最大的 所以中国呢 现在也面临很多问题 不用说美国施压 就中国的 由于推迟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改革存在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像 人民币汇率 不用你施什么压 物价等等 它就要大幅度上升 劳动力成本 大幅度上升 中国的出口 必然受到很大的威胁 所以说 希望美国政府 应该了解中国的国情 中国自己也在变 只不过这变 是渐进式的 希望美国政府 对中国国情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谢谢 好的 非常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综合刚才 两位听众 观众朋友们一见 大家都好像很关注 就是美国在中期选举当中 提到跟中国有关的话题 采取了比较严厉的一些措辞 那么如果 但是中期选举结束之后 美国政府还是要继续 跟中国交往的 那对美中关系 会不会形成影响 我看到的报道是说 在选举之前 都不会审议 跟这个人民币有关的法案 其实某种上程度 也是做了一个缓冲 但是奥巴马总统 可能必须思考 说选举完了之后 跟中国的关系 还是要继续交往 是的 刚才有一个 第一位听众 谈到这个 美国印钞票的这个问题 这个确实是 中国很关注的问题 是 长期以来 中国都是这个 美国国债的 一个很大的这个持有者 手里抓的 都是美国的钱 这个贸易的顺差 就是抓的 都是美国国债 这样呢 由于奥巴马政府 他这个采取的这种 大规模刺激经济的 这个计划 在这个 印了很多的钞票 这样就会导致 中国的这个 所持有的 这个美国国债贬值 这个是中国 一直很担忧的问题 中国也在这个 中美双方这种 相互的这种 沟通交流中 也不断地提出 另外就是说 刚才那个 有一位 这个提到 核心利益的这个问题 是的 就是 中美两国 在利益上 确实 通过过去两年来看 在 在利益这个层面 确实还是 认识上 有很大的差距 有不同的认识 虽然 在奥巴马上台 之初 两国有 都表现出了 比较强的这种 合作 战略合作的意愿 但是那个 从目前的情况看 并没有达到 当时预期的效果 这个主要 我觉得是 两国在利益认识上 的这个差距 好的 我们还有听众 透过了电邮 发表问题 这位听众表示 说如果共和党人 真的占据了国会 奥巴马总统 会不会对伊朗 北韩实施 无力的干涉 且在对 中国人权的关注上 会不会因此 由冷变热 这个 应该说 对于伊朗 和这个朝鲜的问题 我想美国的政策 还是相对的一贯的 刚才我说了 就是奥巴马 他竞选的时候 他在外交政策上 这个姿态是比较 身段是比较柔和的 他希望这个美国的 这个国际形象 能够更好 不要再像布什总统那样 非常强硬 非常单边的 但是至于说 中期选举以后 如果共和党 控制了国会 美国会不会 对伊朗进行打击 军事打击 我想这个可能 和美国国内政治的 这种因素 之间的相关 相关联 还是不是很大 更多的是要通过 美国作为一个整体 它的情报 军事政治各个层面 对形势的判断 这个是因为 如果对伊朗 采取军事打击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会在中东 那个地区 引起很强烈的反应 对美国来说 这个需要 要下这个决心 还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想 共和党 这个控制国会 可能对 对这个议题的影响 不会很大 好的 再来看一封 电子邮件的评论 这位听众表示 他说 其实我的感觉 美国的选举 就是民主共和两党 执政权的一种竞争 在竞争的时候 针对不同的选民群体 发表不同的观点 但一定是最大限度的 迎合这些群体 所需要的 希望的一种内容 所以发表了许多观点 都是比较 稍微夸张的 可是一旦当选之后呢 就还是要沿着 美国的基本国策 走下去 就是说 在竞选的时候 你感觉要管好多的弯 但当选后 你会发现 路还是直的 所以对中国的政策 他认为 也同样不会有什么变化 是的 政治 有政治的层面 有政策的层面 政治呢 就是选举 炒作 这个 迎合选民的需求 满足选民的胃口 这样呢 好吸引选民的选票 但是当选了以后 你坐在那个位置上 你必须要面对现实 不能完全 这个被民意左右 不能完全是随着民意倒 必须这个更多的 从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 来来考虑 所以这个政策上的 这种一贯性 应该是更大的 王文峰教授 我们刚刚谈了很多的是 议题层面的 包括经济议题 也包括了 为什么谈到中国 这个选举的话题 那我们再看这一次 美国中期选举当中 有哪些突出的现象 值得我们来关注 事实上 茶党就是一个 蛮有趣的现象 茶党的兴起 好像有些人评论是说 可能会改变 未来美国政治的 一种版图 这次中期选举中 茶党他占有什么力量 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茶党是今年以来 这个美国政治中 一个非常突出的 一个现象 主要的 这个茶党的政治诉求呢 还是在 经济这个层面上 主要是 要小政府 政府减少 对这个经济 政治的干预 低税收 让老百姓 自己过自己的 不要把钱 都从老百姓口袋里拿走 然后让政府去花 这种 很大程度上 是一种民粹主义的 这种政治 政治理念吧 我觉得也是在 美国政治中 美国政治的传统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支 因为茶党 这个历史 我们可以 最早可以追溯到 独立战争以前了 他们的主要的 这个政治上的理念 政治诉求 就是说 要跟政府对抗 要避免政府 对百姓的这种 过度的 剥削 压榨 控制 要让老百姓 自己过自己的 目前这种情况下 由于经济情况不好 所以很多选民 很多美国民众 内心 这种 您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不满 只有21%的人 表示现状满意 对 这个不满意的程度 是非常高的 对 在这种情况下 普遍大家都认为 民众内心 有一种愤怒 对政府的愤怒 对执政者的愤怒 也是这种愤怒 让旁边茶党 变成是民众宣泄 这种愤怒 跟不满的一种出口了 对 它提供了一个平台 提供了一个出口 不仅是这种 对民主党 在共和党内部 也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 有好多这个 共和党的 这个资深的 博会议员 在初选的时候 就被茶党的候选人 给 给战胜了 他们自己就失去了 这个参加这个 中期选举的机会了 刚刚我们介绍到这茶党的一些诉求 还有 但是他在这个中期选中扮演的一个力量在哪里 他会不会影响到民主共和两党 在角逐的时候的一个选战的结果呢 会对哪一党比较有利 这个很难说 我们还要继续观察 从两党这个层面来看 我想可能要到中期选举之后 我们看这个 那些茶党支持的这些候选人 他们到底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如何 一个很重要的 我觉得他在共和党内部 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让共和党内部这些 比较传统上比较温和的这些议员 政客 让他们被边缘化了 而茶党吸引了一些更多的这种 比较激进的 这种极端保守的这种选民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他从目前来看 他的政治影响 是我觉得他有可能对共和党 有一个重新塑造的这么一个作用 中期选举过了之后 茶党的影响力会不会继续 这种茶党的影响力继续 它取决哪些决定性的因素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还是要看经济情况 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了 它是一种愤怒的一种宣泄 是一个愤怒的平台 如果大家觉得经济情况比较好了 可能这种就不是那么愤怒了 就比较心平气和了 没有那么多愤怒要宣泄 这个平台可能慢慢的会失去作用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茶党它在共和党内部 它更多的是 共和党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政策立场 比较保守的政党 相对于民主党 那么保守的这个 茶党它的保守之处 更多的是在经济这一块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块 就是社会这个问题 这个也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茶党好像涉及的并不是很多 所以说到未来茶党 它的影响 它的潜力有多大 我想很大程度上 在于这个美国未来经济的情况 如果经济持续不好 老百姓这种怒火中烧 这种程度越来越强烈 那么这个茶党 作为一个新兴的突起的一种力量 一种比较民粹的 这种力量 它的这个吸引力可能会更强 我们谈这个美国中期选举 这一次一些突出现象的时候 除了这个茶党之外 我还关注另外一个话题 也想跟您聊一聊 就是美国年轻人 他们投票的意向 为什么谈美国年轻人呢 因为我们还记得2008年的时候 真的把奥巴马总统 推上这个白宫宝座的 其实很大一部分 是当时的年轻人 他激励了很多的美国年轻人 出来投票 还记得他那时候 谢谢大家